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这辆可以自动行走的自行车 请不要惊慌 它只是智慧军设计并制作的一辆自动自行车 它还设计制作了更不可思议的迷你电脑 只有硬币大小 却既能当语音助手 还能处理实时图像 甚至还能够当万副武器 性能并不比你家内太差 当然还有前两年轰动全网的 可以给葡萄缝针的机械臂 能人脸识别 能上网的迷你机器人 可以打游戏的充电宝 用螃蟹做的火星车等等 然而这一切都是智慧军一个人独自设计编程制作的 一个人就能抵上一个一流的公司团队了 当年华为花了百万年心情到它真的是值了 只是它后来为何又要放弃华为的百万年新次制创业呢 提到智慧军 大家或许会想到 华为天才少年 野生钢铁侠 B站百万粉丝 科技圈知名KOL 最近它又多了一个创业者的身份 它离职创业 仅三个月公司估值就高达百亿 大家好 这里是世界名言榜 很多人都好奇 为何华为的百万年新都留不住智慧军呢 他的才王到底有多高呢 他的创业记录到底能走多远呢 他到底有着怎么样的成长经历和家庭背景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智慧军的故事 智慧军原名庞智慧 1993年出生于江西吉安一个普通家庭 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家庭背景 父母都是厨师 上小学之前 因为父母工作调动 他也跟着来到了广东生活 智慧军从小就对电器着迷 家里的电器都被他拆个金光 但他的父母一点都不生气 还给他找了更多的废旧电器 让他拆着玩 这就是他牛逼人生的起点 智慧军在上大学时 他的才华就开始展现出来 在电子科技大学 他本来读的是生物科学 却在计算机领域大方一才 拿下了40多个国内外的奖项 还穿过两次业 做过3D打印和双足机器人 2015年 他拿到了电子科技大学生物医学 工程专业的本科学位 因为一直自学计算机知识 研究生他就转向了 信息与通信系统专业 2018年 研究生毕业后 他就职于OPPO研究院 AI实验室担任算法工程师 2020年 智慧军迎来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那就是加入了华为天才少年计划 拿到200万的顶格年薪 华为的这个天才少年项目可不简单 它是由认证非发起的 他的目的就是要用顶级的挑战和顶级的薪酬 去吸引顶尖的人才 然后开创顶级的发明 那么智慧军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绝对是很有几把刷子的 但是他自己却说 其实当初去华为并不是为了钱 而是因为觉得有这样的氛围 能够和一些牛人待在一起 做一些更加有挑战的事 当时华为给他的职位是 升腾亚边缘计算专家 在华为两年 他不但得到任正非的赞扬 还获得了总裁奖 明日之星 金牌团队奖等多个奖项 绩效也全凭为A 只是和他一同进入 华为天才少年项目的 可不止他一个人 那为何只有 谈成了网络红人呢 其实 智慧军的爆火 要从2021年的一场雨说起 那天他骑车去上班 因为下雨 不小心摔伤了脸 他站在镜子前 看着脸上的纱布 心里不禁有些苦笑 一个奇怪的想法 突然冒了出来 自行车为什么要靠人来骑呢 他既然叫自行车 难道就不能自己行驶吗 他不甘心 觉得这车太不智能了 不能自己跑 还叫啥自行车呢 所以当时我就想 那个自行车 为什么会非得有人去骑 他自己能不能自己去动 于是他决定自己 造一辆能自动驾驶的自行车 他用了四个月的周末时间 就把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 他用数字建模 3D打印 AI调教等高端技术 让这辆自行车 能自主站立 识别物体 避开障碍 自动导航 甚至能在栏杆上保持平衡 他把这个过程拍成了视频 一发出来就火爆网络 任正非亲自点赞 B站陈老板摩拜不已 评价道 太强了UP主重新定义了自行车 招把支付也转发了他的视频 这辆自行车只花了他不到一万块钱 却展示了他无与伦比的才华 这是他牛逼人生的闪光点 但这可不是他第一次火圈的发明 也是在2021年3月 他就制作了一条三分钟的视频 收获了500万播放 他做力只有硬币大小的迷你小电脑 既能当语音助手 还能处理实时图像 甚至能够当万福武器 从此以后 智慧君就像开了挂一样 一个个创意设计 信手拈来 吃螃蟹时 他觉得螃蟹可长得像火星车 便花费几十个小时 将其改装成了一辆火星车 淘汰一个二手机械臂 加上华为鸿蒙系统和声唐 Atlas处理器 成功远程给一颗破皮葡萄风针 意外获得一块圆形 到CD屏幕 可以显示表情 就做了个桌面微妮机器人 所有这些神奇的发明 全部都是他一个独自完成的 从开建模到电机控制 从软件和算法 开发到手工焊接电路板等 他无所不能 一个人就抵一个开发团队 虽然实力摆在面前 但他还是很谦虚的 在面对天才少年的赞誉时 智慧君总是说 我既不是天才 也不是少年 所谓的天才可能只是极致的热爱 而所谓的少年 也从不是特职某个年龄 他不在乎网上的赞誉和崇拜 他更在乎的是生活中的点滴 他有着和其他男生 一样的喜好和厌恶 比如爱吃泡面 喝可乐 不爱吃花椰菜 他也有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比如喜欢弹吉他 吹口琴和摄影 他总是喜欢用镜头 记录下自己眼中的美好 不在赞誉中迷失自我 正是一个天才 难能可贵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是钱财如粪土 正如他前面所说的 他加入华为不是为了钱 百万年薪都是浮云 他想要做更有挑战性 和更有意义的事情 2022年底 他离开了华为 开始自己的创业之路 今年2月 指挥军成立了支援机器人公司 专注于AI和机器人的深度融合 让机器人能够像人类一样 学习和思考 在只有一个核心成员的情况下 他在三个月内完成了三文融资 不仅百度 高龄等知名投资机构看中了他 就连北京上海的国资 也纷纷加入了他的团队 如今这家公司的估值 已经达到了十几亿美元 这就意味着 这家成立仅仅三个月的企业 已经正式机身独角兽的行列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有人出生就在罗马 而公司他最新的项目 就是轮足机器人哪吒 这是一个结合了 国风神话和赛博机器的超库设计 可以在轮足和双足之间灵活切换 还配备了火箭枪 混天灵和烽火轮等武器 在最新发布的视频中 智慧军还展示了一个惊人的彩蛋 他和哪吒坐在一起 通过OpenAI的技术实现了动作同步 这样的创业方向和技术实力让人不得不感叹 智慧军真是一个天才 但从专业的角度 不少专家却对他表示担忧 他们认为AI机器人的研发需要的人力财力 都是难以估量的 攻克LLM操作系统等任何一个环节 都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考虑到市场的普及度 短期内很难落地 还有人表示 做LLM是明显赶封口的做法 感觉很不踏实 人型机器人还有很多没解决的问题 从感知到控制这些问题 都要花很多金钱和时间去做 还轮不到做LLM 马斯克的人型机器人到现在都没有声音了 更何况是智慧军 不过话又说回来 天才的世界又岂是这般所谓的中国专家能看得懂的呢 说不定他真能创造出一家世界领先的科技公司呢 所以我一直希望智慧军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聪明的网友 你们觉得呢 我都不再拍摄 感谢观看